敢在临近上台就换歌的人 李文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本来他选择唱他自己的歌是吗 但是他现在唱这个歌 让我们回到《我是歌手2016》的时候 李文在即将上台时 却突然换了一首不是自己的歌 他的这一选择 也让身为主持人的李克勤都较为吃惊 而早在之前 李文就已经提前准备了两首歌 因为他知道观众更多喜欢的其实是动感音乐 为此尽管时间上面非常的紧张 李文也依旧快马加鞭的 开始练习张正月的那首《爱之初体验》 但却没想到 身为华语乐坛天后级别的李文 再没上场就已经受到了别人的质疑 而他的回答也结结实实地堵住了悠悠众口 狠狠打了那些曾质疑过他的人 因为有一些人说哎呀当玩笑吗 我想什么是玩笑 我听不懂玩笑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玩笑的 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百分之较非常热热执着 就在他开口的瞬间 直接就与全场尖叫连连 也就是李文 这把任何事情都看得非常重要的态度 以及他拼命三娘的性格 才造就了如今我们都敬佩的天后李文